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波波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体的保健 但是一些看似高大上的健康类产品其实是在忽悠人 今天就带您来看看 风亡浆,效果不大 这种蛋白质不稳定,在存放过程中会被降解 人类吃的时候还有活性的可能性很低 风亡浆,效果不大 风亡浆对蜜蜂、果蝇等低等动物作用明显 但对于人类等高等动物的效果不大,几乎没有 蛋白粉,健康人不需要 蛋白粉的广告常宣传吃蛋白粉有利于增重或增加肌肉 松花粉,就是普通食品 松花粉商家宣称中国航天专用保健食品 高效功能型保健食品 葡萄籽 商家偷换概念 体外实验只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癌细胞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葡萄籽提取物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 燕窝 营养不如一颗鸡蛋 从营养价值来说 燕窝远不如一颗鸡蛋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